郭冠英说 台湾人最下座 最落井下石 畏微不怀德 不知感恩 郭冠英说 又不是发生大地震 公务员本来就该正常做习 周休是正常 不休才不对 公文要加班或带回家看 就不正常 郭冠英说 给个一千万 还问我会不会造飞弹来打你 那我紧一缩时 也要挤出个一千万来 造飞弹打你这个狼心狗肺 回家夺产的赌贼 郭冠英说 有违者亦弱是 我碰到经济酒 一定向他致敬 黑吃黑 无奸道 真能拍电影 可惜台湾烂 这种题材腐蚀皆是 却拍不出好电影 郭冠英说 台湾的外交就是一个要整形的丑妇的嫖妓使 郭冠英说 真的 我越想越觉得法贵骑兵那开关出腰的情形 很像今天这个鬼岛 郭冠英说 西藏正报天经地义 温总理说的一点没错 郭冠英说 台湾真是个龙发堂 一群群疯子 一批批坏人 很难管 做错了低个头 但满眼血丝 郭冠英说 费洪泰没错 道什么歉 就算稳住骗来的票 也别那么悲屈 我同意策略上摆低姿态 但马摇印即可 不必又做个道歉达人 因为那已骗到手的票 是要听你的说法 讲出是非 郭冠英说 一般人以被说杂种为耻 台湾人却以此为傲 我说 郭冠英说 在爱国的前提下 任何中国政治人物 皆可受国人公平 其荣宠存废皆可讨论 但在卖国猎土的居心下 则毫无讨论余地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郭冠英说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要不是共产党在保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早没了 郭冠英说 马英九喊出台湾是中华民国 又是未骗选票 无论从法理或是现实上 中华民国有效管辖的区域来看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民国 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郭冠英说 中国共产党现在只要你不读 还给我守着焚山 那你在那哭天喊地 骂天骂娘 扯什么民主 反共 平反六四 请法轮功念念咒 大陆也不管 大陆愿做沙包 愿做苦肉 只要中国人能守住台湾 郭冠英说 我认为中国国民党 他镇压二二八 镇压共产党并没错 前者为民族 以为宽 后者为民生 民主半斤八两 却太严 郭冠英说 龟儿子疯了 就这么简单 但台湾有一千多万龟蛋 这不那么简单 郭冠英说 鬼岛已经够没了 我们难道笑的权利都没有 哈哈哈哈 郭冠英说 我最先写了一文 叫中央政府不要配合鬼岛 为难王又曾 因为鬼岛罪会欺负大陆人 当时王到上海台独 就叫嚣 什么要中国交出王又曾 郭冠英说 王家吃掉了百亿又怎样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他总在境内消费嘛 还养那么多人 那些骂王又曾 又求着向美国进贡的人 都是伪君子 郭冠英说 猫空缆车第一次当机 就是台独媒体人员 故意去触动紧急暂停装置 所造成的 郭冠英说 这证明这个族群 就是极为低劣腐败的 看报纸就知 那些极多极恶值 害人听闻的罪案 正是这个族群的人所犯下的 再做一项不同族群间的犯罪比例调查 也会发现 各族群间轻酌高低之意 郭冠英说 还有项戒严是当年政府的德政 使台湾能在稳定中求发展 连邓小平都学用此政策 才有国家今天的发展 郭冠英说 猫空缆车 应绝无问题 有问题 必定是台独破坏 我等爱国人 也应配合政府 保护首都 提防乡村包围城市 提高政治警觉 当心毒碟就在你身边 不要因为解言而松懈了